这些美国官员散布这些言论 我想纯属是断章取义 有意混淆尸体 疫情发生后 面对不明原因的肺炎疫情 病原鉴定 这是首要的任务 这是科学防控的基础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也对病原体的致病性 保持高度的警惕 也组织专家进行综合的研判 基于防范生物样本病原的泄露 确保生物安全 根据专家的综合的研判的初步理解 我们确定 对引起不明原因肺炎的病原体 暂按二类高致病性病原体 进行管理 并对采集运输实验活动 销毁等等 做出了明确的生物安全的要求 根据传染病防治法和病原微生物实验室 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的相关要求 1月3号我们印发了相关的文件 主要目的 大家都明白 就为了防范 实验室生物安全的风险 防范不明原因 也病原地对造成的刺身灾害 在新冠毒株分享方面 我国同样持有积极开放的态度 愿意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框架下 有序分享新冠病毒毒株 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和科学研究 推动新冠肺炎相关疫苗 诊断工具和治疗药物的研发 生产和公平的分配 无症状感染者纳入官方统计 考虑到现在无症状感染者 这一段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练习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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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